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夫一看 那是一把金子做的斧头 他马上说 不是 这不是我的 我的斧头是铁座的 又过了一会儿 神仙又从河水里冒出来 拿着一把荧光闪闪的斧头 问他 你掉的是这把斧头吗 乔夫摇头说 不是 我的斧头是铁座的 不是银座的 最后 神仙拿着一把又旧又老的斧头 不见了 于是 乔夫拿着三把斧头回家去 乔夫的邻居听到这件事 以为只要丢一把斧头到河里去 就可以带回三把斧头 于是 也把斧头丢进河去 然后坐在河边大哭 神仙又出现了 邻居告诉神仙 自己掉三把斧头在河里 这是女东 神仙拿出一把金头 是 是 邻居高兴的说 这也是女东 神仙再拿出一把银斧头 对 对 邻居又连忙答应 这个东 神仙拿着一把旧斧头 这个 也是我的邻居说 神仙说 你真的掉了三把斧头在河里吗 你太贪心了吧 然后 咻的一声 神仙和那三把斧头都不见了 这故事说明 诚实人会得到人们帮助 狡诈的人 必遭到人们厌恶 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